1P是核实,2P是波仔 首发是库拉打丽安娜 这边选择了丽安娜打丽安娜 好的,打中一下跳中间 相赏一下,核实有点伤 这边来一个森龙 其实别看核实打的少 还是打的,怎么说呢 基础在那边 打的不会太差 这个战织啊 在虚弱过之后啊 真的没有这么远了 发生速度没有这么快 核实现在就慢慢的在等之会 有事就holdAB 慢慢的在等 好的,推手气 基安娜因为没有去开不了 BG打了一个异象,下轻角点三段 第二个上场的是红丸 有一个系统 就是说 只要一个人的话会加一颗气 是 小红丽的神党就是被开到鼻息了 这一条连转很松呢 继续折下来 啊 可思这边反一个 哎呀 连转还是有点不舒服啊 有点难受,再打枪杀 啊,血不多 没有磨死 送CB 最后一下啊 还是用猛神来磨血磨死 啊 然后四八神啊,马上到三次 需要用比较少的资源去 带走这个游力啊 我觉得还是说比较精彩的 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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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没动啊 百利亚光 凹得到了吗 凹不到啊 因为对方的跳攻 判定已经出来了 我们开到一个BG 好 一个大神龙 好 正正跑好 正正跑好 就给了 双方都是 三个人物啊 双方都是 三个人物啊 我在这边 马上三个次啊 哎 好了,下去 小心三下 直接开皮肌 一点都不省 三段桂花 打半边 这本是一个比较不一进攻的游戏啊 加持会加的非常的快 哇 四个 哎 鼻子失误啊 这个 这个失误 比较的关键 哇 这边 又没有形成智慧啊 但是 他还留了两颗 十字 看鼻子折 这个摸不中小 摸不中小我就跑啊 可是现在很难受 再来 系统用完 再抓一个C头 这点也许怎么摸 还想再抓头 和时抓住智慧 正正好 真的是正正好好 正好血量 哇 这个翻盘好漂亮啊 好漂亮 嗯 打得很极限啊 我可以看到 对对对啊 哇 这个比赛好看 看看波仔 有没有什么对策啊 我要特别说一下 我们拳皇十四的一个比赛规则啊 就每一场比赛中 只有凤方才能进行下一局 重新决策 的组合啊 因为上一局过剩的胜方是没有办法 就换人了 啊 就是拳皇十四的一个特殊规则 啊 其实十四的制作也是主要的两面啊 大家看到这个背景啊 就是在我们现在比赛的土地 中国的上海 不知道感觉打利安娜 很吃力 而且这个生龙 被打缺盘 还好利安娜没有吃力 不 可思反一套 诶 诶 这个是利安娜自己照档来啦 这口气 嗯 那这个是利安娜自己照档来啦 这个这个给赛丘抓住了 没有选择第一时间乱动 下中拳對空 我這邊打個BELL 這個打不是有點你一拳我一拳的感覺 關鍵真的是要看誰的輸入賺大 吃老子的紅丸 知慧 好漂亮啊 何時不斷的雷風賢成騷擾騙氣 對 沒有確認出來何時可能都沒想到 剛剛那個中角可以打中 又把盒子關到板邊 回不反過來 下青角點反動三段梯 還是一下下青角 聚合梯帶走了 有力 5顆4的不是活5啊 漂亮 先開BP 反邊稍微鬆一點 來 起來則 波仔還是很有機會呢 看到你一段時間在跳他就AV出去 哎呀 哎呀 啊 超殺 啊這次過小我覺得他這個資源真的是用的很給力啊 還剩下最後兩顆氣 打上八成 兩個人 兩個人資源也差不多 血量也差不多 真的就看兩位選手的發揮了 哎呀 沒有打到跳路啊 你一選我一選 你一選我一選 你一選 你一選我一選 哎呀 哎呀 怎麼會順天暴鼻爹 感覺盒子有點慌啊 哎呀 不過在今天好像也有點沒看準 雙方各有一些失誤 有了 有了 好的 在這邊是恭喜盒池 2比0獲得一個勝利啊